法國總統馬克龍星期二 與德國總理索爾茨 以及中國國主席習近平就處理烏克蘭危機 舉行了三方視訊會議 中國外交部份人趙勒邊 在當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 中方願意在需要時 與國際社會一起 就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開展必要的話說 這是自俄羅斯近2個星期前 舉兵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 中國領導人首次公開 與世界領導人就處理烏克蘭危機舉行錯相 而在一日之前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指責北京 不單止不和國際社會 一起剪責莫斯科的入侵行為 並對他們實施制裁 反而向受國際制裁的俄羅斯 送去經濟救生繩索 烏克蘭地方當局官員表示 東北部城市蘇梅星期二的 首批撤離居民及外國學生行動已經啟動 連日被困在防空洞中的人包括 就讀蘇梅斯大 亦是蘇梅農業大學的上百名中國留學生 較早前 俄羅斯聲稱星期二會在烏克蘭多個城市 實施停火開放人道通道 好讓被困城市的平民是設立 但地方官員說 俄估雙方顯然還未有為 這一點的城市設立人道通道達成停火協議